世界上有毒的鱼类可分为三类 有毒鱼类、奇毒鱼类和毒腺鱼类 有毒鱼类指的是它们肌肉、皮肤、血液或内脏含有毒素 其中最出名的是河豚鱼 它们的肝脏、血液、皮肤和鱼肠都含有河豚毒素 这是一种耐酸耐高温的生物碱毒素 0.5克的河豚毒素就能致人死亡 虽然市面上流行吃河豚鱼 但是都是经过处理的 所以才没毒死人 奇毒鱼类指的是身体上有毒脊和毒腺 其中最毒的奇毒鱼类非毒油莫属 也就是石头鱼 它们相貌丑陋但色彩艳丽 是爱打扮的丑八怪 它们有一个很大的毒腺 通过背部的13根耸立的毒脊来释放毒素 被扎中者不及时救治的话 6小时内必定死亡 毒腺鱼类指的是身体没有毒脊 但皮肤有毒腺组织 不过毒腺鱼类种类非常少 常见的是多百香豚 它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 能在水中分泌毒液 使周围的鱼类或水生动物死亡 霸占该领域 有趣的是 有些毒鱼在某个海域有毒 但到了另外的海域却没有毒 所以极易被人误食 导致每年都有人不小心死于非命